曾經擔任學聯常委和學民思潮發言人的 前元朗區議員張秀賢 最近傳出他四處向人借錢欠下巨債 有債主更加說他借錢不還 當中就包括財經專欄作家渾水 他日前在Facebook出post以不具名的方式爆出事件 但很快就有人在留言裡開了張秀賢這個名字 之後不少知名人士都表明自己是苦主 包括漫畫家阿圖 Chicky Duck創辦人周小龍 以及政治學者王偉國 王偉國更加說借了26萬 而不少副主都說他借錢的原因臨臨種種 有選舉、自己撞車、阿媽入院等等 前港台節目主持人曾志豪 也說曾經收過某人士的借錢信息 突然收到一個信息 然後他會跟你說可否借錢 他有一個前提 那個前提就是做生意周轉不靈 他真的周轉不靈 他好像一借就已經想借10萬元 不會吧?10萬元 我立即想一想自己 我會不會反過來問他借10萬元 張秀賢回覆我們查詢說要看看先 其後再說屬於私人事務 會私人再跟其他人交代 在這裡奉勸大家 借還是不借,還得到先好借 我會希望你說 你好嗎? 我們在這裡套講 算一下 我會留意 我會留意 你好嗎? 我會留意 我的家 我會留意 你好嗎? 我會留意 我會留意 一定是在這裡套 我會留意